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大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今天台股中场跌了425点 昨天收盘的最大涨点超过一半 吐了出来 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还是不平静 四大指数都收黑之外 美超为财报的雷 让它跌了20% 就连回答也是开高 走低收黑 好 在美股的大震荡下 雅谷今天全数不平静 而且中东的战火遗云 现在还是没个下文 大家都很紧张 飞机都不敢经过领空了 到底接下来我们的拆弹步骤该怎么做呢 最恐慌的时候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好 第一位是我们的报价天王 幸福哥 幸福哥上次有告诉我们 披萨指数代表中东的战火 现在真的叫升温阶段 但是就是还没个下文哦 让我们的股市都溶罩在阴霾之中 所以反弹现在是受阻的状况 但是幸福哥也要提醒大家 最恐慌的时候应该是过去了 只是接下来一个一个炸弹来帮我们拆解了 另外日本央行也有提到哦 这个升息不升息到底该怎么决定 等一下幸福哥告诉你 为什么现在盘面上工具机股 机器人股相对是强的 但航运股却因为马世纪的一番话 现在好像有一点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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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好 那第二位是我们的奇权王子张林中中哥 好 据说中哥的朋友说 哎呀你上理财达林秀每来一次跌2000点 好 中哥要来说了 确实啦 因为之前就看出一些转空的征兆 但是今天来告诉您筹码已经变成四坏球 好 有时候物极必反 搞不好四坏球就是一个落底的讯号哦 等一下来听一下中哥怎么说 因为今天外资大卖了500多亿 但是他说外资还是有在台股选择一些股票做避风的 等一下一条线一个指标 教你找一下外资的避风股哦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维泰呢在这个慌乱的时刻 很镇定的继续帮大家做功课 一直提醒大家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半年报还有七月营收陆续出路的时候 所以呢要做到好的黄金右下角就要有基本面 等一下维泰帮我们看一下哦 有哪一些半年报好的或是七月营收好的 而且股价经过合理的修正题材也都蛮不错的股票 搞不好法人也在偷偷的减货哟 等一下告诉您价值投资的好选择 好 首先有请幸福哥 幸福哥上次你来就已经提到大家在吃披萨了 吃到今天都还没有打起来 所以大家都觉得闷闷的 有点害怕这个飞弹危机 现在要帮我们做一个拆弹 但是因为机器人工具机跟日元息息相关 现在的表现不错 只是航运股马斯基说 下半年其实景气没有想象中乐观也 这会不会是一个隐忧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以昨天美股的表现来看 确实这一波科技股时不时就给你个爆雷 昨天美超委公布的财报 其实它盘后本来是涨的 不过后面就开始急转直下 尾盘最后跌了20% 那从7月的高点以来 其实快腰斩了 也是跌得又急又快 回了48.8% 那其实因为之前市场比较偏乐观的时候 他们给予美超委其实有比较高的本益比 那大家发现说 虽然你第二季赚钱的这个幅度是有增加的 可是毛利率怎么掉很多 就代表说可能它的这个优势上 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所以反而财报开出来之后就往下杀 那也连带的让台积电 鸿海 广达 甚至包括像技嘉 伟创 双红 今天都跌 那昨天挥达收盘也跌了5% 失守了100块的整数大关 这是昨天美股影响到今天台股的表现 那另外第二个警报就是 这个日元的套利交易 那根据有一些外资法人机构的评估 他们认为说大概啊 现在大概只平仓了50个% 那也有到70%的版本 但是我相信不可能完全都已经 把这个套利交易给结束 不过呢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呢 我们常讲哦 凡事呢一定是有一好没两好 一好一坏嘛 一体的两面 所以呢反而最近哦 日元强势升值的时候呢 让工具机或让机器人业者呢 捡到枪的感觉 所以呢一些机器人的概念股啊 其实最近呢表现都还蛮强的 完全逆势 对今天大盘跌了400多点 甚至有些个股呢收盘还涨了半根以上 非常的强势 那第三个市场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 中东的局势还是有一点 这个暧昧不明哦 到底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不知道 不过呢你可以发现哦 目前啊这个上面有一些很多黄色的这个斑点哦 这个是呃这个飞机的一个定位 你可以发现呢 这个伊朗这边全部清空了 就是大家对大家避开它领空 因为万一如果不小心被飞弹打到了就很危险哦 所以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哦 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包括像马斯基昨天呢 他有认为说下半年哦局势比较不明朗 所以今天呢 当然盘也不好了哦 这个长榮阳明望海也都跟着跌哦 这个是今天先把大致的一个情况呢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哦 今天的整个盘式的一个分析哦 对盘面上的影响要素有这些是 那大盘的部分我个人是这样规划哦 像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个 Loop podcast的时候没有聊到 其实大盘比较不会V转哦 虽然说昨天礼拜三哦 大盘涨了700多点 这个是创史上最大的单一日的涨跌 对 手盘涨跌 手盘涨跌 可是呢200多家的公司涨停 可是呢这种其实我们必须坦白说 不管像礼拜一的800家跌停 或昨天的200家涨停 其实坦白说这个都是很罕见的情况 当日超过100家的涨跌停 其实这个都是比较少出现的哦 所以呢我们认为说大盘呢 目前呢这个国际局势还是 有非常多的变数的情况之下 连续两天强谈之后 大家也不要认为它马上会V型反转 我认为会先在2万1到2万2 其实大概你就是抓季线到半连线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框起来 季线到半连线这个区间 去做震荡整理 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其实今天虽然杀了400多点 可是呢 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 今天呢虽然是杀盘 但是呢算是最近没有杀出量的一天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最近大盘往下杀 比如说这里 你可以会发现量都是有杀出来的 这里量都是杀很大 可是今天虽然跌 可是今天的量 诶 是比昨天小的 所以代表说 其实它有尝试要打底 只是呢 国际股市呢 还是很动荡不安 跟前面一段时间 只要一杀就出量 一杀就达 反弹没有量 你看这边反弹量是缩的 然后后面又出量就在往下杀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从量跟价的结构 看得出来 虽然今天跌了400多点 可是结构上跟前面的杀盘 已经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是顺带提醒大家的 那我是认为说 基本面好的公司呢 基优的公司 比如说半年报好的 其实陆陆续续 随着财报的公布 7月营生的公布 我觉得它会慢慢去做一些反应 接下来重点就是月底 8月28的挥打 所以可能接下来财报再出现 大型科技股爆雷的几率 就比较低了 因为该公布的 该爆的雷 已经都爆的差不多了 好 这是目前整个规划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天 从上礼拜开始呢 这种大盘 雪崩式的下跌呢 也让很多的融资啊 不得不停损出场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像这种融资维持率 杀到很低的时候 其实是不只是断手断脚的问题 有时候是直接断头了 那我们统计了过去几次 融资维持率 我们本来之前讲说 这边150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可是这一次呢 哇 杀得够很 这次直接呢 礼拜一的时候呢 杀破140 那上次呢 同样杀破140的时候呢 出现在2022年 2022年那么久了 就是两年前 大盘回到13000那个时候 2022年的10月呢 对对对对 没错 那我们就把时间再抓出来 那再往前推呢 上次杀破140呢 是在这里 是2021年的5月 很恐慌的本土疫情 对对那时候就是什么 万华不是有人跑去阿公店吗 然后什么疫情破口吗 然后整个万华几乎被封城 那个时候呢 就是大盘有一天 突然杀了1000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盘中有到1400点 对对对 就是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哇市场一片恐慌 就大家开始乱看股票 然后呢 那一次也是杀到破140 那再来往下看 我觉得重中之重 当然还是台积电 那也是很多人呢 最近趁着台积电下跌 像这一天 最低杀到快跌停 这一天零股也是有爆量的 那我们就来看说台积电 到底有没有出现直稳的讯号 一样昨天上900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再上去呢 就要顶到季线了 那通常这种季线呢 它是一个重要的反压 不通常不会一次就过 所以呢 今天拉回我也觉得正常 因为你如果再冲上去的话 那你看到 它从813涨到昨天 收盘下920 你看到短短两天的时间 它已经 应该说三天了 它已经涨了100块钱 是 三天涨了10% 台积电这个股本这么大 航空母舰的股票 你不可能它一路往上涨 所以稍微休息一下也是合理 然后呢 我们如果以礼拜一 那个最低杀到813 的一个价位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的本利比呢 目前已经回到25倍以下 然后呢 用2024年 今年赚40块出头来看 本利比呢 回到20倍 2025年50块的话 现在回到16倍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位置上 我是觉得啦 它的投资价值又开始浮现了 又回到本利比的 比较低的位阶跟区间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如果真的又让台积电 再回来测一次这个半年线 我还是觉得是买点 你就分币去布局就好 不要说一次欧印中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这是鸿海 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比较辛苦 对 比较辛苦 因为呢 很特别的是 昨天融资呢 没有增加很多三亿 可是哦 昨天我看一下 这个 鸿海的融资 怎么昨天一口气 是这两三个月 单日增加最多的一天 好 融资集中跑去买鸿海 对 可能是要 赌它半年报 还是赌它反弹 因为其实 大家都觉得 台积电都可以拉一根涨停板了 那鸿海 也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比如说拉半根之类 可是没有 昨天这三千多张融资 基本上今天都套牢了 那会不会停损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 接下来筹码观察的重点 是 不过呢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看了鸿海的话 其实基本面来看 也还不差 今年大概可以赚10到12块 这里 好 这各外资券上 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明年 其实大家都接近15块了 因为明年还有这个 GB200的 这个出货的贡献 所以呢 真的再往下杀 比如说160以下 它就慢慢往10倍的 本利比靠近了 我觉得投资价值会浮现 不过呢 也尽量避免用这种 开杠杆的方式 去做投资会比较好 OK 这是鸿海的部分 然后呢 再来我们讲一下 工具机 因为这是最近 这个最强的族群 主要就是因为 日元快速的升值 7月升值了8个% 那上次呢 日元快速升值出现在 1998年 也是一样 这么久 1998年 对 一个礼拜里面呢 它升值了17个% 所以呢 那个时间点 整个套利交易 就会出现疯狂的这种 资金挪动 资金大风吹 那因为 我们这个台湾的工具机业者 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日本 所以呢 日元快速的升值 代表台湾呢 我们这些工具机的业者 在汇率上 之前是一路的吃亏嘛 现在就刚好可以慢慢的 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边就罗列了一些 市场比较知名的工具机 或者说 它现在开始做 机器人业务的一些业者 那这边呢 红色蓝色 营收的成长 那黑色的部分 就是它7月还没公布 我们先用6月的 后面有打信号的 都是6月的 那也把它的筹码 给整理出来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其实呢 有一些真的数字 已经开始开出来了 就是它年整理 比如说像这个桥福 6月营收 它YY就有380% 算是跳比较快 可是 比较可惜的是 这一次它的 整体营收 比较没有出现 说大家一起好 就是有的已经先好 有的可能还在 做调整当中 有点放而已 对对对对 那我们直接来看股价好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 整体营收成长 动能最强的是桥福 它这一波 从20块涨到 涨了一倍 完全不管大盘在干嘛 对 真的完全不管大盘 那当然涨多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说 一定看涨去追 而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其实 它涨的背后因素呢 就是日元汇率的一个升值 然后呢 还有它的营收 它已经先开出来了 那如果在高涨区的操作 我们就建议大家 就是你区间就好了 不要说看涨 看创新高材去追 如果你觉得工具机 业者 接下来日元 还有升值空间的话 你可能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是工具机的 龙头扛长之一 是这个上瘾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这一波工具机呢 它比较称之不齐的就是 大哥还没有表现 大哥是里面最弱的 小弟都喷翻了 其实两家工具机比较大 一个是上瘾 一个是亚德克 也都还在右下桥的位置 所以这个产业 目前看起来 可能全面性的复苏 还没有看到迹象 那接下来如果下半年呢 因为日元的升值 可以让他们的业绩 开始渐入 渐入加进的话 我想对于龙头股 不管是上瘾或亚德克KY 就会比较有帮助 这是工具机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大家也是 比较担心的一个议题 就是中东的局势 那因为以色列 现在可以说是多方 开战 不过还没开战 多方跟大家有一些争执 比如说包括像 黎巴嫩的珍祖党 伊朗甚至比较远的 这个叶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那其实以色列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总理 其实他态度 一直非常强硬 他说与伊朗及其待遇人 要展开多线战争 他的态度一直很强硬 那刚好昨天呢 这个马士基 他也公布了 他的财报 第二季来看的话呢 获利是年减45% 那所以昨天 马士基的股价 大概跌了2%多 你可以发现 他最近的股价 走势也是弱弱的 那今天一开盘呢 整个早上 大陆的这个 欧洲线的期货 也是跌了超过一成 所以为什么今天 除了大盘比较弱 带弱了这个航运股之外 其实呢 我们虽然早上看到报纸 有写力多了 说什么第三季啊 什么航运价 空运价会维持高涨 可是呢 如果你看到新闻之后 你再去做一些 更生日的确认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好像昨天 不管是国际龙头的 马士基股价 或者说今天早上开盘的 这个所谓 欧洲线的运价指数期货 其实都表现不好 那你要早盘要强短多了 你就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最近呢 他们股价也是一样 在低档去做震荡 在低档去做震荡 本来感觉好像 他们领先大盘落底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是比大盘先跌 而且也是跌的够深 比如说像这波 最强的万海来说 其实他之前 就已经先跌了30%了 从100块跌到破70 所以他已经先跌过了 那因为他上半年的 获利数字财报也还不错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上半年不错 可是下半年可能 市场的这些大的航商 看得比较保守的话 我觉得短期之内 我们先以区间试之就可以了 好 因为报价天王 这也是你的领域 对不对 所以马士基这样试景 我们接下来可能 航运股上面要观察 哪一些的报价指数呢 那一样就是 如果当天你要做短线的话呢 其实跟那个 欧洲线的这个运价期货 会关系非常大 或者说刚好呢 有这个国际的这个 突发事件发生 比如说真的打起来了 可能真的那个 运价就会开始又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那那个时间点 如果你要用这个短线 利多去强短的话 才会比较有机会 好 可能他要依赖一个短线的提材 刺激一下 非常谢谢报价天王 幸福哥 谢谢 好 幸福哥提醒 我们真的要一关一关过 现在中东的战火 还是一个疑虑 美国的科技股财报 也还是地雷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 烧暗物灶 等到这个最恐慌的时候过去 其实慢慢的又会回归基本面 这时候我们再来做 更进一步的观察 那广告回来 我们的齐全王子张宁忠 忠哥要上场了 忠哥其实很早就预告 这一波的下跌 但是下跌到这边 到底以忠哥来说 筹码有没有好转呢 今天外资大卖 忠哥到底怎么看呢 好 日本央行的动作 真的以前就发生过了 一旦升息 可能全世界的去杠杆 真的是一环 接着一环的往下跌 跌到这边 到底够了没有呢 忠哥今天带来了一些 独家的观察 另外 我们常常说 胜急而摔 摔急就会胜 现在四坏球了 我们要怎么看呢 好忠哥 听说你朋友叫你少来理台大人秀 对 他说每次来这个间隔之间 大概两周都会跌2000点以上 是 所以要跟你朋友说 你每周来就没这个问题了 到底恐慌在几点过了没有 因为你告诉我们现在筹码 是全面都不好 可是全面都不好 搞不好也是一个转机 一线一指标 已经要带来教学了 外资在台湾有做避风 是 我想这个盘 这个礼拜 大家都度过一个漫长的一周 真的 对从礼拜一开始 度日如年 因为期货很少遇到跌停 其实我们就是看了 大概一二十年 那上次跌停 大概是2004年 3月22跟23 就是 成前总统中枪那两次 那代表跌停过 其实未来 我们去看 其实都是过度的这个惊慌了 那我们今天来带来几个指标 让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左边这个地方 这是VIX 然后我想VIX是一个波动程度指标 那国内国外都有 待会我们会介绍 反弹的话 这两个东西一定都要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左边你看这个地方是礼拜一 8月5号 它最高冲到这个是65.73 那现在已经大概到27左右 所以刚才这个幸福有讲过 我没有叫幸福哥 幸福因为我比较大 这边你看冲高之后 现在是不是压下来 不是学长学弟的关系吗 他是我学弟 所以我们看 目前的最恐慌的时候已经过了 就算未来这个盘不是很好 可能也是缓跌 你要遇到像礼拜一这样一个惊恐型的这个无差别的这个砍杀 比较不容易看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是期权筹码 就是我们四个指标一起看 那我之前在7月18号那一集 其实我讲的稍微比较偏空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指标都不好 例如说什么三坏一毫或是之类 反正不OK 那第一个我看这是台子期的一个日K 现在看起来其实外资还有三万一千口左右的空单 它最空的时候大概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都还记得45100 对所以大盘是不是有反弹上来 它其实大概补了一万口左右 那这一万口呢 它赚了多少钱 我们简单计算机按一下就知道 大概就是30亿 就是这一波 它就把30亿就带走了 OK 那我们之前有谈过 因为外资它有很多的全职股跟期货 所以它其实有控盘的能力 那一般我们投资人 你就去follow它 到底它往哪边去做就好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它到三万一千口左右 看起来还是偏空 但是方向是往好的来发展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盘应该不至于再去破这个底部 那除了外资之外呢 这个是散户 散户就比较特别 它在大盘的最低点 它一样它在做多 大盘的最低点在做多 这边它也在做多 那我们知道 但至少反弹有赚到钱了 它这一波是有赚到钱 但是如果这个散户筹码 持续再偏多的话 大盘反弹就会比较弱 因为它OS是错边的 而且主力看到它在做多 也不会让它那么好过 一定会让你稍微不太舒服 这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自营商的选择权 它在昨天这个大盘 涨这个大概一千点以上的时候 它好像有一点要翻空了 翻多 那今天看起来空单又增加 它的空单主要是以选择权为主 然后是从六月中旬开始 这一波下来大家都说外资 其实好像很空 其实自营商也很空 自营商很空 自营商今天也跟着一起大卖操 对 而且他们可能会赚很多钱 所以你看一些金融机构的财报 也许下半天会不错 因为金融操作很好 那最后一个是 普空单线值 这个值已经翻空了六天 然后最近的翻空 大家对上去看 是在这个位置左右 所以我们说 昨天即使反弹的相当多 但是它还是回到 大概88左右 离这个100的多空分界 还有12了 那我们说100以下的反弹 我们就不看太好 就顶多就是做这个反弹 而且我们从K棒来看 这个季线跟月线 全部都压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整理 要稍微长一段时间 但是方向至少是往好的方向来 来进行 中间这个Poco Ratio 这边有一个极端的低 对不对 这种极端的低 有没有可能也是 一个底部的讯号 当然有可能 你可以看它这个形状 像这边最低点 大概是57 58 那这一天其实就是8月5号 就是这个位置 最低点的位置 也是指数有打出一个低点的位置 对 就是按照这个形态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大盘的方向 这样子 对 那这是目前 这个礼拜 中错之后 今天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 刚才那个 一样幸福有讲过日元 那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图 让大家来看一下 为什么日元的贬值 这个股票会下跌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去借 长期日本的这个利息相当低 零 大概接近零左右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能力 在跨国做金融操作的 你就会去借零成本的资金 然后去买美国的东西 美国买什么呢 第一个买股票 买AI股 然后买什么 买比特币 虚拟货币 买什么 买债券 所以我们看这一波 你看这个地方是 我们框起来的地方 是2024年1月份的时候 那这是灰达 我们就看灰达这档股票 灰达不是大幅的上涨吗 那你看日币同时是一个橘色这一段 它是不是下降 代表日币正在变值 我们说其实上礼拜的重挫 有四大利空 那这个是最重要 其他我觉得都还好 就算打仗怎样都OK 那个大概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消失的话 大盘真的不会重回到多头的轨道 那我们看 股市在7月12号起跌 那比特币是7月26号 所以代表这两个商品 其实现在都转成比较空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在右边 这我们看一下那个VIX 那这个K棒就是VIX了 钱高在2008年金融风暴 这个值曾经来到90以上 那2020年的这个COVID-19 大概是85左右 那礼拜一呢 大概只有到65 所以比起前两次 稍微还少一些 那重点我要讲的是 当你过高之后 过高之后 后续可能多方会比较有机会 就是短期之内 就不会再这么样的恐慌 那大盘可能就重回多方的一个轨道 那再来回到台湾的东西 如果要反弹 这一波要涨得比较多 大概四个条件 我觉得要同时符合了 这个是以期货和波动的状况 对 那这第一个是台湾这个证调所 它有公布台资选择波动指数 那一样这边最上去 这边就是8月5号这个地方 那现在呢 稍微一点掉下来 休息一下 那我觉得啊 我们可以看到MACD 如果它翻绿 像这边不是翻绿吗 翻绿代表这个商品走空 这个商品只要走空 大盘就会上涨 因为它跟大盘反方向 所以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融资 融资的话 在今年的4月19号是前低 前低当时的这个融资余额 大概是2800亿左右 所以这一波杀了三天 大概余额现在大概是2900 所以我觉得再轻掉 100多亿左右 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这一波反弹之路 会走得更长远一点 那再来就是国外 国外是CBOE的VIX 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台湾 那全球它会看这个 这个东西如果掉下来的话 一样股市它就会走多头 那目前看来 它一样这个8月2号 来到高点371 那它是VIX的个期货了 现在看起来在这边做震荡 如果能够跌破五日均线 而且RSI要掉到50以下 我们说RSI50当做多空 像你看VIX VIX只要超过50以上 这个股市一定很不好受 那就是7月11股市就起跌 所以这个值也要去符合我们的要求 最后就是重点 日元 日元这是日线图 什么时候开始突破RSI50在这个地方 那大概也是在7月10号11号那边开始 日元只要走多 RSI偏多 而且站上五天均线之上 日元就是强 你最近看盘中也是 你只要看到日元强 大盘绝对不会涨 这个很重要 那这四个条件 如果都朝向我们要的发展的话 大盘就可以重回多头之路 日元强日股自己也都非常难受 然后其实中国做齐全的也是 齐全也是有一天大涨1000多点 对不对 一天大跌2000多点 对你来说这个也很刺激 所以现在赶桌期货都是永世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说如果这个行情持续来做震荡的话 那怎么样去跟着巨人的脚步 那现在台股的巨人呢就是 自营商算嘛 那投信不太算 因为投信他永远在买 因为这个被动式ETF还是一直在进场中啦 对那很多人跌下来 他就反而去加加购 对那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外资好了 那外资的话 我的选股大概有三大方向 一个就是最近20天 我们知道大盘不是转到比较差了吗 对 外资还在买超 那买超前30大我们把它筛选出来 所以符合的就不多啦 就至少就是30档里面去选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近月营收要创三个月高 那就代表他的这个公司的营运在相对的高峰 暂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不要买贵的 我们要本益比小于20倍 有的三四十倍那个我们就不考虑 所以三个条件综合下来之后 其实全台湾大概剩下六档股票 OK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 那这一页 清一色全部都是金融股 只剩六档股票 第一页三个金融股 金融股 那我们先看这个黄色这个highlight 这个很重要 那金融三页在H1就是上半年 税前净利是6000亿 年增61% 创同期高 然后已经达到去年2023年的86% 所以我觉得金融股的下半年 应该都不会太差 因为赚了太多 包括像这个保险公司或是像这个银行 其实都赚了相当多 那第一档是元大金 元大金这一点我们看一下 台股我们知道这几天不是爆量吗 有时候6000多亿 那元大金因为旗下有元大证券 然后它包括像元大投信 元大投信今年发很多ETF 也是很热门 所以也赚很多钱 那还有一个最重点是元大期货 元大期货因为我们以前待过 它在行情很大的时候 量都会很大 然后它的营收手续位就变得很多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 那如果说7月有爆一些违约草 对这些券商或者期货商 会不会有影响呀 当然还是会有影响 但是要看金额的大小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还算稳定 还挺得住 还挺得住 代表它的操作比其他同业好 操作什么呢 可能债券的收益 然后它的股票债券的未实现利得 维持在Q1的高水准 就是表现相当不错 那它连续9个月的月营收是年成长 这个也是不错 就持续动能都有在加强 那外资买超5万张 那本益比12倍 营收300多亿 那年增累计年增是77% 这个相当的高 在下半年我觉得 富房金资产股房应该也不会太寂寞 那国泰基因 大概有一点补涨的味道 因为它有一点休息 很长一段时间 OK 那这个都符合我们要的条件 包括像这个子公司 国泰世华银行 然后这个国泰人寿 国泰产险 那产险经过疫情之后 大家都有一点这个复原 因为疫情的时候赔了太多钱 现在都在 他们的基息就相对变得比较低 年成长比较高一点 OK 所以营收年增大概18.8左右 所以这一页就是 金融的部分 好 寿闲股里面很多的美债 现在的状况 至少我帮他们避险了 对 好 那另外一页还有三档 好 就是三档 因为你说只有六档 只有六档 对对对 终于三档不是金融股了 那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金融股 你就可以参考这个 好 那第一个就是长荣行 2618长荣行 那疫后它的客运 持续强劲的增长 那它最大成本其实就是油价 那油价最近是和缓的 这个稳定 值率率4.82 其实有一些这个吸引力 那这是联电 联电大家都说 那个成熟制成 这个杀价竞争 你根本没有什么毛利可言 那为什么外资买了多少 它最近20天买了12万张 对 那不管它的目的是什么 或是真假外资 那外资在买 所以它被我们捞出来 它的Q2的毛利率35% EPS 1.1 那这个是它的一些法人的展望 那七月份的营收是208亿 然后这个本益比其实只有12倍 其实这个它跟鸿海都差不多 它的营收都还不错 七月份 就是基本面表现得都相当好 那在未来股市如果稳定之后 我觉得相对是有一些机会 那最后一档是亚尼 这个是传产 那亚尼它是转投资 加汇电力 它有卖电给台电 那已经对它的上半年的营收贡献相当多 转投资远东西 域名跟远传 因为他们就是相关的企业 老板就是同一个人 那外资买了4万张 其他条件本益比很低 营收 它是营收是年减 这可以留意一下 六位营收68亿 那累计营收是年减11.9左右 OK 那刚刚我们讲了这六档之后 那我们来看它可以怎么样的操作 好 因为虽然是外资逼风 但他们今年其实也会比较牛皮的股票 对 就涨势没有别人那么凌厉 现在反而变成避险的地方 对对 那我们说这个不论什么标的 你都可以用一个双人5的概念 双人5吗 对 那一个是股价站上五日线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RSI大于50 我们这边秀这个是要表演的 对 好来吧 现在 好 那我们看这个袁大金 它其实这波反而 它现在已经站上去了 但是RSI是不是还没有 还没有 那代表这个是不是多 这个是空 那就是两个舞者是有点 不同步 默契很差 会拆角的 对像双人跳水 一个还没跳这样 那就不会得高分 那你就要注意 如果RSI它有上去的话 股价就朝向多方发展 那如果股市不好 当然它就跌破五日均线 那就会朝向空方 所以这两个指标可以一起看 那所以你看像这个元大金 富方金 它们图大概涨得差不多了 蛮像的 对 那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联电跟亚尼 好像好一点点 对 那这个缺口 亚尼的缺口是除息 是除息 所以它其实最近还蛮强的 那这边RSI已经快要上50了 所以这件事情的股票 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联电其实也不落了 虽然前一阵子它先整理了 但是后续呢 你看这边在50附近整理 这个地方只要站上 这个五日均线 大概也会有不错的这个动能 好 联电因为它第二季的法说 开得也还不错 其实那时候大盘还没有回跌的时候 联电是大涨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 最近开法说的公司 搞不好会缴出一些好的内容 好 今天非常谢谢钟哥 好 钟哥要提醒大家 之前有点转空的时候 因为筹码开始出现什么呢 三坏一好啊 两坏一好啊 那这次是四个筹码都不好 但都不好有时候也暗示着 也许是触底反弹的时间会来 但这个反弹路 在筹码还没有好转的路上 是不容易集谈的哦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现在想要避险的朋友 跟着外资的脚步吧 只有六档股票 给您做一下参考咯 好 下一段节目 我们的选股教练微炭要上场了 好 今天又黄金又下角 帮我们带来什么呢 七月营收半年报 现在基本面要扎实 再来搭配一些技术指标 例如KD 带我们来看谁是低档转枪 又有体质的好公司哦 好 最近七月营收陆续公布哦 我们真的要密切的注意 就像昨天哦 连朱老师都说 现在看现行要搭配基本面 那现在看基本面 也要搭配一些指标哦 我们要多几套功夫 在逆风的时候 比较保险跟安全 所以黄金又下角哦 之前其实你比较常讲的 就是基本面搭上法人的买盘 今天要多一个 今天要再教我们指标 对不对 要把黄金淬炼到更纯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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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选出来的股票 才能更避风 我们下来看一下 七月份营收的一个部分 那到今天早上为止 我看一下 目前七月份营收 已经公告出来 加速有576家 那么其中呢 摔退的是159家 成长了417家 还不错哦 对 而且其中呢 有连27家 是营收创新高的 好 在七月创新高 也不容易了呢 对 所以我前面才讲说 这个七月份的营收表现是 五不穷六不绝 然后七月不上吊的一个表现 OK 单单从七月份 以目前所公告出来的 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我给七月份营收 给他70分的一个高分 好 70分是高分啊 因为还有 还有一千多家的 还没有公告嘛 我要给70分 嗯 普 然后高分 如果后面的 后面的一千家 能够有出现 就是更 让我这样意外 那可能会再加分 我再加十分 明天有台积电 对啊 台积电一加 就加20分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刚提到 这阵子的融资 是造成 这个市场上面 动荡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我特别看了一下 在这一次集中市场 融资余额的高峰 是3404亿 那么到融资余额的一个低 这个所谓的一个低股的时候 是2912亿 到昨天为止 所以融资的减幅 大概是14.45% 好 那么加权指数呢 从最高点24416 到这波拉回修正 最低点19662来看的话 加权指数的跌幅 是最大来到49.47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这个融资的这个减幅 没有跟上 加权指数的跌幅 那是不是还会再杀 我跟各位报告 实务上不会这样 实务上不会这样 不会 实务上应该是 当加权指数呢 它在这边反弹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融资会持续减 会可能不是马上 它可能不是同步的跟上 它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融资再减 可能减幅就会慢慢慢慢跟上 这个加权指数的一个跌幅 是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因为 说怎么融资减幅 没有跟上指数跌幅 然后觉得很恐慌 我觉得不用 OK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的策略 如果说想要去进行 所谓的跌升反弹 相反弹的话 要去怎么选股 是 大概有四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 刚提到的 这个黄金交叉KD指标 是 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个股 都跌得蛮深的 那很多个股的指标 它相当抵挡 OK 好 再来提到融资减肥的部分 这些已经跌升的个股 必须要搭配到融资减肥 这样才会跳得起来 好 那融资减肥完之后 最好它的筹码是跑到了 法人的手上 OK 再来就是刚提到的 7月份的营收 包括像第二季的财报 或者半年报 如果有一些好消息的 那么这个加加起来 就比较有机会出现 所谓的跌升反弹里面的黄金 右下角的股票 好 你看这是条件要这么多 才能出现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 好 那什么叫做KD指标的黄金交叉 我们这边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KD指标又叫做这个随机指标 它是由两条线来做组成 一个叫做K 一个叫做D K叫做驱动 D指叫驱向 基本上驱动会比驱向来得还要快一点 来得快 OK 可是呢 在KD这个使用上来讲 有些人会就特别去用这个所谓的80以上交叉 叫做死亡交叉 对 这时候去做卖出 然后呢20以下交叉 向上 这边去做买进 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必须要有个前提 好 什么前提 就是说这个个股 不能够会出现那种长空的一个现行 如果是一个空头走势的个股 可能就比较不适用 对 它可能反弹到50 根本弹不到80 它就下来 所以并不是说KD不好用 而是说它在使用上 它有它的一个条件上面的一个限制 OK 那我们就来举一档 这个叫做国泰金 可以发现到 它在过去 你看到它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没有 它在这个KD往 K值往上交叉 低值的时候 基本上呢 它要出现红K 是 那这才叫做所谓的 有效的交叉 那如果说是在相对高档 K值往下跌破低值 同时出现收黑K 那这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往下去做修正的一种走势 那目前国泰金它的一个KD指标已经接近到相对低档 而且在最近有看到国泰金它的股价有出现抗跌的一个现象 而且这两天都有出现收红K的表现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现在国泰金因为它的整个季线还在往上 它其实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个KD指标回到相对低档 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在刚刚这个四个条件里面呢 除了KD之外 有一些例如说像七月份营收 我们要去挑成长的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在刚刚这个四个条件里面呢 除了KD之外 有一些例如说像七月份营收 我们要去挑成长的 而且是要挑年月双生的 再来融资要减肥至少要大于一千张 然后法人最近这三天呢 有出现买超大于五百张 然后KD指标跨年较差 那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就大概是现在这张表格 一泉万论 微钢 巨祥 原钢 加倍几万 九创围 跟华讯 还蛮都是活泼的东西 对而且是一些中小型股居多 那么在今天大盘大跌 超过四百点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的个股真的 我发现 他们真的相对的抗跌 非常抗跌 甚至还有收红的表现 对 所以表示呢 在这个筹码面的优势 还有基础指标的优势 跟基础面优势 基本上他们都有发挥 这种所谓的一个 进肯攻退肯守的一个防御性 是 OK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这里面 帮大家来看看 到底有哪一些的标的 可以值得去做个留意 好 第一档是6233的一个旺久 他这个 可是这个线图也是有点 怎么讲 不好看 他是有点 他是有点这个 盘了比较久 盘了比较久一点点 但关键就是说 他7月份营收 月增年增 年增 年增41.4% 甚至累计1到7月份营收 也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重点是说 他的这个散热风扇马达的这个IC 成功打进这个资料中心 我最近散热是真的比较流年不利 以前看到散热就标股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 在过去的散热族群 大家focus在液冷 液冷散热 那这个GP200的这个部分 因为可能大家会回头去看 这个所谓的气冷的部分 所以气冷相关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留意 那重点就是说 第二季EPS 转亏为盈 市场上面对转亏为盈 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大多头 他就早就涨了 但是下半年搞不好会更好 所以现在的股价 跌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可以先 特别做留意一下 重点是 在后面这波下跌过程当中 你看融资是大减的 持续的减肥 可是外资却在这边 尤其是最后这两天 是出现进场去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其实这个很明显 可以看到到就是 充满从这个融资的手上 换到外资的手上 而同样的基础指标 已经在相对的一个低档 出现这个往上交叉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边有收红K 所以我认为说 25块这个部分 应该是短线上面 可能不太会跌破 这个是在旺久的部分 另外一档也是最近 很久没听到 他的时候消息 以前就是USB嘛 3.0变4.0的时候 红过一段时间 对 OK 好 那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 他营收的表现 在最近这四个月 是连续四个月的一个 什么年成长的一个表现 在整个大家比较说的 传统淡季 他都能够出现 这个连续四个月的一个年增 表示他在这个基本面上 一定有一些质变 那特别观察到他的这个USB的控制IC 目前积极车入这个车用的Type-C 现在的一个车子 基本上不要说只有这个驾驶座跟前座 有Type-C的那个充电插口 现在很多比较好的车子 连后座都有这个USB的充电插座 所以这可能会是未来 不管是智慧车或是一般的车子的一些所谓的标配 那基本上打入车厂之后 未来的一个营运 基本上就有机会持续的往上 那七月份营收也是出现月增跟年增 而且年增百分之二十九点一 那累计前七月的营收也是年增百分之十八点三 所以基本上他的一个营收的一个表现上来讲 的确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么再来一样 他在后面这三根下跌是杀什么 就是杀融资 那融资杀完谁进场承接 外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是融资把筹码放到外资的手上 那同样的呢 技术指标现在也在低档 也在低档了 所以实际上要往上去做一个走高了 所以像智党个股就是 筹码面 技术面跟基本面都相对不错的一档个股 好 他已经洗到那时候就是 科技股疫情红利之前的价位了 是 没有错 这个是6104的一个创委 好 再来我们看完了七月份营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半年报 好 半年报也是陆续公布中 对 好 那半年报我们是特别去挑就是 上半年累积PS成长的 OK 同样的融资要减肥 要减少 然后法然要在这边基金党做买超 OK 而且最好只有双位数成长的会比较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挑出来几档呢 有华泰波勒威万论加币奇跟爱普 那其实除了这个华泰今天表现比较差一点之外 基本上其他四档都是属于逆势跟抗跌的一个表现 反映半年报的力多 对 融资这边减少了蛮多的 那有些呢 法然也是才持续去做一个买超动作 OK 好 像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我觉得或许它今天没有大涨 但是等到大盘回稳 大家开始回归到所谓的基本面的一个思维上来讲 他们就容易会被人家看到 是 好 那我们一样挑两档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第一档就是6187的万论 那它的一个股价呢 就是真的所谓的ABC拉回 ABC拉回 然后这一波呢可以发现到 7月份营收创新高 就刚刚的27档里面的其中一档 好 万论应该好像连续好几个月都不错 没错 连续五个月的改写单月新高 连续五个月 没记错 月增跟宁记性好 年增471.46% 累计前七月份 那当然一样是写新高 那甚至上半年的这个半年报 出来的一个数字也很好看 第二季的EPS3.23元 也是创下了历年的同期的一个新高 OK 那反而预估呢 在接下来COAS设备的一个出货 持续的一个交集 可能下半年营收还会再往上就走高 所以这波其实 它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没有跌得太多 比大盘可能还强一点点 对 而且都走在季线附近 OK 那尤其是看到刚提到 在这个融资的部分 最近这五天杀了可凶的 退场很多 退场很多 可是呢 投信却在这个时候呢 进场去做个低接 那同样的记录指标 也已经在低档Ready了 好 所以是要准备翻译向上 这个投信看起来比较像主动式的 对 主动 对 主动式基金 机会比较高 对 没错 这个是6187的一个万论 好 再来6197的加币期 这也是盘很久 对 其实连接器的7月份的一个表现 其实都还蛮不错 好 那我是举加币期为例 那7月份营收呢 月增7.6 年增很高 56.9% OK 那同样的呢 它也是打入这个所谓的 A安相关的一个这个供应链 上半年EPS4.59元 创造历年同期新高 那股价降跌就有点 比较没有道理 那融资的部分在这边去做一个减肥的动作 那外资在这边零星性的去做一个承接 那8月6号公告 它要发一个无担保的可转换公司债 OK 所以其实这边有点像低档发债的一个味道 那基础指标在低档 也有出现类似黄金交叉的表现 这边还有一个跳过缺口 所以像这种个股都是符合 筹码面 然后基本面 或者是基础面 都有机会出现反弹的一个标的 好 因为前一阵子 有点叫做无差别的下沙 对不对 但是下沙过来到现在 我才觉得已经可以开始看一些 这种有点叫做面面俱到的股票 是 以前我们在券商就是要打那个强力篮球 强力篮球 就是你多头的时候 你要给老板报告出好的标的 空头的时候 也要给老板报告好的标的 不然老板会说 我花钱进来干嘛 这就是理财达人秀的达人厉害的地方 没错 好 这边非常谢谢维泰 谢谢赵华 好 维泰说以前在券商就有这样的心声 在研究部 多头你要给超涨于大盘的股票 空头你也要给出能够逆势成长的股票 好 这就是一个考验 但是有基本面的话 相信指跌点就是不远处 下一段节目依旧非常的精彩 要来告诉大家了 人到走廊难道只开两天吗 接下来的行情该怎么走 GP200的延后 到底对台湾的AI供应链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只是营收稍微往后递延一点点 其实好消息还是有的 尤其今天是父亲节